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宋祖儿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的话 刺绣肯定是从小会有印象 但应该没有什么经历 是因为刺绣这个东西 不管是从我小时候还是到现在 都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贵重的东西 对 比较 就是说如果要说有一件刺绣的衣服 那肯定这衣服 对 即使是现在 我觉得肯定价格也是不一般的 对 因为毕竟是手工艺 我觉得应该没有像这种这样 这么精细的刺绣吧 我好像没有这种了 我好像有一件毛衣上面 是有个小兔子还是个小羊来的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虽然你知道它是刺绣 但是你看到我就像现在 上穿的这种比较带民族特色的 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种就是一种 手艺一种工艺而已 对 我呢 我觉得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比较 有民族特征 然后比较颜色鲜艳啊 或者这种衣服 而且我觉得 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我们吃的东西 穿的衣服 都是一种文化 所以 看能力吧 看我有没有机会 对 其实你说了解嘛 也不是特别了解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说 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原因 对 因为 其实现在 时尚嘛 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材料 或者是一些工艺手法 都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 老的这种工艺手艺 需要这种手工一点点去 制作金雕细琢的东西 还是里面会有不一样的韵味 而且这个东西是 不会过时的 它不会说 这一阵子不流行了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尽我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 这也是给我自己一个 去了解 刺绣的一个好机会而已 我的责任 也不是因为是演员 或者是因为是偶像 只是一个中国人 该尽的自己的责任 我也不能说 我能影响多少人吧 但起码 就是做好自己吧 我觉得时尚 是一个挺没有定义的事 你以前觉得说 穿那个 我反正我小的时候 都比较喜欢穿那个 铅笔裤 我觉得要是有人穿个喇叭裤 就是很奇怪 但是 这几年 这种户补的风格 又流行回来了 包括像以前 大家穿着 有自己民族服饰的衣服 后来说时尚呢 就是 都穿牛仔裤 这个 牛仔外套 这也是一种时尚 但是后来现在又渐渐的 觉得这些 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觉得很有趣 很有韵味 所以我觉得 实际上是一个 挺没有定义的事 就是 自己这么开心 怎么来了